三分钟回顾苹果Let Luce特别活动 M4 iPad Pro、MR iPad Air、Apple Pencil Pro、Magic Keyboard和Final Cut Pro而发布 苹果Let Luce特别活动推出了备受期待的M4驱动的iPad Pro 标志着该公司平板电脑产品线的重大进步 新款iPad Pro配备了强大的M4芯片 为专业人士和重度用户提供了巨大的性能提升 该设备采用了Ultra Retina XDR显示屏 由Alto技术提供支持 可动态调整其刷新率至10赫兹 以提高静态内容的能效 该显示屏提供最高1000尼特的全面屏亮度 比上一代产品亮得多 iPad Pro的设计也得到了改进 采用了更薄的工业设计 并将前置摄像头移到了横向边框 这些设计变化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体验 并使设备使用起来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 新款iPad Pro的售价为 11英寸WiFi型号799美元起 12.9英寸WiFi型号1099美元起 蜂窝型号的价格分别为 1099美元和1299美元 与iPad Pro一同更新 iPad Air现在有11英寸和全新的13英寸两种尺寸 两款型号都配备了M2芯片 与之前的ME型号相比 提供了更快的CPU和GPU性能 更大的13英寸型号提供了比11英寸型号多30%的屏幕空间 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和娱乐空间 新款iPad Air还配备了横向FaceTime摄像头 AI功能并在更大型号上提供了更好的音质 设备上的1200万像素超广角FaceTime摄像头位于横向边框 使视频通话更加自然和居中 该相机还配备了Center Stage功能 该功能利用机器学习 在视频通话期间自动将每个人保持在视野中 新款iPad Air的售价为11英寸WiFi型号599美元起 13英寸WiFi型号799美元起 蜂窝型号的价格分别为749美元和949美元 为了补充新的iPad Pro和Air 苹果发布了Apple Pencil Pro核心的Magic Keyboard Apple Pencil Pro与M4 iPad Pro和MR iPad Air兼容 它具有新的挤压手势和内置陀螺仪 以实现更高的精度 Pencil Pro还包括Find My集成 新的Magic Keyboard专门与M4 iPad Pro配对 承诺比上一代更薄更轻 它增加了更加专业的功能 如更大的触控板和功能键 Apple Pencil Pro的售价为129美元 而Magic Keyboard的售价为349美元 苹果还展示了Final Cut Pro 2 这是一款为新款iPad Pro设计的强大视频编辑应用程序 Final Cut Pro 2利用iPad Pro的M4芯片和先进的显示技术 提供了Live MultiCam和分离音轨等高级功能 这款新应用程序进一步增强了iPad Pro对专业视频编辑器和内容创作者的吸引力 Final Cut Pro 2的价格尚未公布 Final Cut Pro 3的价格尚未公布